这位31岁的天才,不仅是中国女排的世界冠军球员,更是成功跻身终极教练行列。 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,源自2023年度天津市体育系列职称评审,姚迪以出色的表现,成功获得终极教练的任职资格。 姚迪以其双重身份为球员和教练而备受瞩目,他目前代表天津队,参加全国女排联赛。 同时,在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担任教练一职,这种双重角色使他在体育界独树一致,成为了一位备受尊敬的运动员和教练。 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,姚迪曾是中国国奥女排队长,她的出色表现不仅在U23女排世锦赛中获得最有价值球员奖项,还入选了最佳阵容。 这些荣誉不仅证明了他在球场上的过人表现,也为他在教练领域的崛起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中级教练职称在体育系列职称中的地位备受重视。 这一职称位于正高级的国家队教练和副高级的高级教练之下,展现了姚迪在教练领域的卓越水平。 他在2023年度,天津市体育系列职称评审中脱颖而出,成功晋升为中级教练,为他未来的教练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姚迪的个人情况也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更多背景。 作为一名31岁的二传手,他在球场上展现出了非凡的技术和领导才能。 目前,他同时兼任球员和教练的双重身份,展现了他在体育领域的全面素养。 对于姚迪而言,这一成功并非终点,而是他职业生涯的新起点。 他表示,尽管目前扮演着双重角色,但在退役后,他将全身心投入到教练工作中。 这一决定展现了他对教育和培养新一代运动员的热忱,也让人期待他在教练领域的深耕与发展。 展望未来,姚迪的职业前景令人充满期待。 基于他丰富的履历和天津女排在国内排坛的卓越战绩,他有望在未来晋升为高级教练,甚至迈入国家级教练的行列。 这无疑为中国女排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教练和运动员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姚迪的成功故事既是他个人的辉煌,也是中国女排和体育界的骄傲。 他的双重身份,作为优秀的球员和教练,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荣誉。 未来,随着他在教练领域的深耕,相信他将继续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更为卓越的贡献。 姚迪的故事告诉我们,激情和才华总能在体育的舞台上绽放出迷人的光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